關注一面三善 和我們一起做小的善事 感覺都是挺美好的 不像什麼這麼 你上下也不是那麼痛苦 我能夠下來的 都是這樣平靜的過去 幾十三年 確實太快了 你較量換了那麼多 第一年像帕切科 他想跟什麼兄弟似的 帕切科玩的時候是誰啊 斯塔諾 斯塔諾 你跟稍微像歌一樣 那種感覺 滿山上是像什麼老師一樣 那種說的 斯里特真的是像那個特 特兇狠的那種 特兇狠的前輩那種感覺 謝老師真的是像朋友一樣 對江松那場 受傷了以後呢 後來過了幾天做手術 當時我去了以後呢 他還沒有從手術室出來 他都是周邊 他沒有一個錢 這個護士跟我說 應該怎麼去照顧他 怎麼跟我說了很多 當時他見到我說了一句 他說了師父 叫了我說師父 從我心裡就是 他不是姿勞 當時我試完手術以後 就卸自接 沒那個 在我那個病房 自己過來看 我還跟他聊個啥呢 試完手術以後 跟他要溫暖 順序的 Talmud 這次他給了 沒那個 順序的 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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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就想為了掙錢 對吧 然後呢更好的待遇 當時我就認識 俞陽 喉生 喉生 他們都 就那個我們就國清那幾個 就没那么多想就回来在这踢 然后踢完以后感觉就 去完练可以出去玩 没什么朋友的话 就可以飞演技休息的时候 一两天再回来 那时候其实挺好的 当时是特别想 一到放假的话我想会演技 跟朋友们聚 那时候一到想 但是过完几年以后 感觉我不想会演技 放假了我就想北京再跟朋友玩 因为长时间的话身边会有很多朋友 所以说现在也是 不是演技朋友 我感觉北京朋友更多了 当时来的时候 我没什么顾虑什么球迷 我都没有什么那种概念 就感觉球迷会造成给我压力啊 什么那种东西 没有 因为我在研鞭 踢那个联赛的时候 球迷有没有队伍 就是特别好 感觉一家人似的 就感觉没有什么啊 球迷会骂我啊 什么那种东西 没想过那种东西 肯定会有一点的压力 压力肯定会有 因为你如果说一旦失误的话 你在那么多人失误的时候 尤其是你在过完组场 你客场的话稍微好一点 你的组场的话 哪个运动员都会想表现自己最好的一面给观众看 但是呢偶尔会有一点失误 但是呢有时候球迷蓄意的话 会啊 又这么想扎心的那种感觉 就是啊 我是你们的球员 为什么你是这样 你应该得鼓励我 心里肯定是这么想 这时候应该不要想那么多 就一直想那个比赛的那个过程 不要想其他外面的那种 说啊他虚无了 我现在怎么办 下一个球必须得挺好 不能像 越来越想法多的话 我感觉就在那儿越不敢接球啊 什么越肯定会什么这种 所以说方平心态很重要 我觉得但这个也其实也挺难 我觉得是对运动员来说 其实我在北京 因为慢慢朋友多了以后呢 就是感觉就不想离开 因为很多朋友都是 从我们老家过来的朋友也有 什么 反正都认识的朋友 就用我朋友的朋友认识也好 就没那几个 但是特别好 就天天在一起啊 什么 反正就是 没怎么说这些归宿感是 必须得 我不是说必须得留在北京 但是呢就感觉 我觉得在这儿待着舒服 我跟很多球迷也 其实我在工体的时候 我们在工体训练 有很多球迷就在工体门口等了 看着我们训练啊 什么那种东西 但是我们天天会跟他们 什么开玩笑的聊天啊 那很多就是有时候我就 我还记得我有一个球迷 他是牙科的 看牙科吧 我还去 专门去去那拔牙呀 什么那种 撕下来其实挺好 就如果说你 比赛的时候 你叫他是有什么粉丝吧 你平常生活里的话 真像像个朋友似的 你偶尔 你如果说像那个西里哥 你如果说冬天你没有衣服的话 我会给你一件衣服 让你暖一下 开玩笑的说 有很多球迷会开玩笑的 更为特别那种跟朋友 今天晚上去哪玩啊 什么哪边好玩啊 什么这些东西很正常 太炎是我们三年级的时候 他从前面去了那个沈阳 他爸妈带到去沈阳踢球 然后我是一直在留在那个学校里 然后 然后 基本上太炎是 从我们小学三年 四年级吧 一共待在一起四年 然后他们去 但是呢 我们小时候那种 氛围特别好 就是跟家长和家长 然后小孩就每个月 就每个月 几个月啊 就一次去什么 去那个 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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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什么 郊游 啊 郊游 然后 一起 我们玩游戏啊 跟体育老师特别好 所以说 就感觉像家人呢 你小时候开始长的 然后 他在沈阳牛游 那里 还有一个朋友也是 然后中途就 没贴 就 那几个 就是 几十年了 确实几十年了 但是 怎么说呢 反正就是 挺好 挺好 齐蒙老师 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因素 因为 他把我弄到球场上 因为 我 当时我也不是说 我的梦想是踢球 什么职业联赛 运动员 而且 这个教练的话 那个教练对你好 然后对你有信任的话 我觉得啊 就 孩子的时候也是啊 不能 把这个教练的期望值 不能贬低 我会自己弄 我会自己弄 其实我小时候 呃 叫体校吧 应该是 算体校吧 就小学毕业以后体校 如果叫静永乐教练啊 我们长跑 我体那时候体能特别差 我长跑 就是 一直是最后那几个 最后前三个 就是其中是五 给我一个 后来教练让我必须给你跑 前三名 你必须得跑 你能跑 但是你不跑而已 后来他一直压着我 就让我天天跑在 你必须得跑在前面那里 后来 慢慢那么跑 就是 一直在 前三名 一直在前三名 他就 挖掘你 你必须得让你跑 我觉得啊 我以为我不能跑 但是能跑 比赛啊 就是必须得要表现出什么好的那一面 但是呢 你必须得拿 你 你不拿球的话 你没有好的那一面 对不对 就是你必须得敢拿球 中国就是差在就是 你不敢拿球 不敢接球 什么 你愿意给别人做出个空档啊 什么之类的 就 一个眼神的话 我一抬头 你就往这跑 我给你传你身后 这种东西很 就是 没 特别少了现在 不像之前 我看 有的人会这么想 有的运动员会这么想 哎 你拿球了 但是没人接 那你输了 没人接 那输了 那怪谁 那怪自己的 还不如不拿球 但是有的人会是这么想的话 那就不对了 但是有 有的人会有的人是这么想 哎 我躲一点 是不是 我躲一点 不好意思 别被骂了 心态变化不挺大 波动大的球员不是特别多 放平心态是最主要的一步 就是相当于 你怎么 有很多运动员就是 训练和比赛的那个 动作和什么心态肯定会不一样 很 但是如果说你跟平常一样 就训练的时候一样跟去比赛的话 它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 之前我也想过这种就是 我和这个队员的不同点是什么 或者是什么 这个队员为什么比我 比我好 或者是这个队员为什么比我差 什么感觉 我也想过这种很多东西 但是呢 如果说比赛的时候 如果你有 一旦享受这个 然后你有自信的话 我觉得 他比我高 或者是比我壮 他也踢不过我这种感觉 所以 没有什么 就是你必须有自信 自信也很重要 你那个自信是用训练来换过来的 我觉得 你没有那种 自己那个 没有训练的话 拿来的 拿来的自信 相当于你能跑 你跑步 能跑一万米的 你没有我体能的那个储备 那跑不了一万米 首先现在的 现在呢 不是 还是得 回趟老家 得陪陪孩子 老婆 这都结婚七年了 一直没跟他们在一起 他们就是一直有时候 有时间就过来玩 我想是先陪陪他们 陪陪过一段时间 然后看看 但是我还是想 就是 就 在北京 然后在 还是在老家 就飞来飞去的那种感觉 是特别好的 不叫定在一个地方 如果说你会享受这种比赛过程的话 体能不是一件很累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踢到90分钟还有剩体能的时候 那你属于是 你已经很享受这种比赛了 不是说你体能不行 当时我记得 我还是跟农队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踢比赛的时候 比赛还赢 90分钟了 我们还在对方的前场 一直倒一直穿的时候 那时候还不想 感觉累很快乐 如果说你要真的能享受到的话 能自己会感觉 比如说身体累 感觉头累的那种感觉 啊 踢完比赛以后 我就头这么累 比如说身体累 哇这边疼那边疼 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 当时就是 踢完一场比赛 不是说浑身累 就是头累 如果我用脑子踢去了 比如说我踢得不是那么好 但是那时候我的反应就是头累 那时候我用脑子 我用脑子踢去 我用脑子踢去 我用脑子踢去